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纪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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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古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 二百八十一页 二百八十一页 大家请看第二页 尊者舍利佛 这是一小段 想必学佛的同修 对于舍利佛尊者都很熟悉 他是佛门很有名的一位大德 下面呢 有给我们介绍 泛语舍利 翻成中文 是丘露 我们中国人呢 也叫他做露丝 那个丝啊 上面是丝绸的丝 下面这个鸟 露丝 佛翻成子 儿子的字 所以合在一起呢 就称为丘子 丝利佛是因为他母亲 而有这个名称的 因为他的母亲呢 身形端正 眼睛呢 非常清净 就好像是丘露一样 可惜的是哦 我们还没有看过丘露 不晓得大家看过没有 以后如果去印度的话 您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 丘露 它长得是有多庄严 因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 舍利佛尊者 乃名丘子 也就是丘露的儿子 又名 珠子 一表其母 眼镜如珠 这个珠啊 就是宝珠 这是形容他母亲的眼睛呢 眼镜很庄严 另外佛 涂皮之后 会留下很多舍利 我们也称为呢 舍利子 舍利子翻成中文叫 兼顾子 大家应该看过舍利吧 据说这个舍利啊 他 如果 一放手 他掉到地上 他会怎么 他会弹起来 不太容易啊 被击碎 我们学院有没有舍利啊 有 在哪 在佛堂 大家应该去佛堂拜佛啊 那是我们辛辛苦苦 从康培拉 请回来的 两位法师 请回来的 其中一位有谁啊 吴神是很荣幸 跟威师呢 一起去提醒的 好 下面继续介绍 这个舍利佛呢 又翻为 生子 这是表他母亲呢 身体呢 非常端正 舍利佛在佛声闻弟子中 智慧 敌 1255个弟子 尊者 在这个方面 超过其他的师兄 所以啊 我们看到经上 把他排到这儿 他是智慧第一 那就代表 我们学这部经 我们学的人 是不是智慧第一啊 您不用含糊啊 也不用犹豫啊 您当然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经 是第一智慧的经典 所以学这部经的人 那个智慧可大着了 反过来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不学 多可惜啊 底下呢 在 讲到 他没有出生之前的状况 还有他出生之后的情形 也蛮特殊的 在母胎时 能令母得妙辩 胜于乃舅 就是他的舅舅 巨吃罗 后一正阿罗汉 八岁登座 十六出国 议论无双 七日之内 辩达佛法 本经说此 一切世间 难信之法 为大智者 使能深信 不疑 顾列上手 锦刺 焦成如 诸位 大家都是妈妈嘛 诸位同学 如果您啊 在怀您的小孩的时候 您就突然发现自己口才变了 你看这里就讲到吗 他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 他的哥哥就是 就是摄理佛尊者的舅舅嘛 本来他舅舅啊 那个变才 没有对手的 可是一旦他的姐姐啊 怀这个摄理佛时候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变不过他的姐姐了 所以他就说啊 肯定是你肚子的小孩呀 帮你的 想必他以后出生了 智慧肯定超过我 以后事实如何呢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巨师罗 以后赠得阿卢汉国 那么摄理佛尊者 在八岁的时候 他就登作奖金 八岁 是什么地位啊 小沙迷 是不是 小沙迷就可以上台 沙迷上台奖金 比丘呢 在台下听 大家有没有看出 这个意思不同啊 他还没有受三坛大劫 居然呢 就有这个资格 奖金说法 而且呢 在十六大国 任何人跟他辩论 都辩不过他 所以他辩才无碍 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可以在七天之内 把佛所讲的一切经法 全都贯通 如果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这种能力 您学佛快不快 这个龙树菩萨 多久才通达 大藏金 三个月 是不是 那摄理佛尊者呢 七天 所以我们大家看 这个弥陀经 弥陀经的上手弟子是谁 摄理佛 所以不是第一智慧的人 他不可能听得懂 弥陀经的 这是尊者 所表法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 后面一位 尊者 大木 坚廉 底下进一步介绍 他是 阿弥陀经中 磨合 木坚廉 这个磨合呢 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呢 磨合木坚廉 就是大木坚廉 这个木坚廉 是信 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赞颂 赞叹 奉颂 第二个呢 是采书 采就是采集 书呢 就是斗累 第三个意思是 来福根 大家有没有吃过来福 您没有吃过来福 物圣绝对不相信 你肯定吃了 不晓得吃了多少 您为什么摇头呢 您没搞清楚 什么叫来福 所以就摇头 来福就是萝卜 吃了没有 现在点头了 最后摇头 不要那么快摇头 我先问一下 您从这个意思就知道 他们这个家族 是什么行业的 我们常说嘛 农场主嘛 农夫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人呢 叫做穆坚廉 以后啊 很多族人都出家了 贵尊者姓氏 冠也大志 约大采书 也就是大穆坚廉 这是呢 区别其他人的这个姓名 联词大师在 弥陀经书朝里面 也有这个介绍 穆坚廉 穆坚廉 是姓 居立陀 就是 这位尊者的 名 所以有姓 有名 他的父亲呢 曾经当过 相国 相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总理 首相 以前称为宰相 从 居立陀树神 祈求 得子 应以明知 因为他的父母啊 曾经向这个 居立陀树神 求子 以后呢 真的 尊者就降临到他们家了 那我们中国人一般像谁求子 比较多呢 观音服务上 是不是 颂子观音嘛 那这位尊者有什么特别的呢 其实这些能力啊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一个人该具备 那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 因为我们有三种障碍 见识或尘杀或无名或 阻碍我们这个智慧陷阱 等到哪一天把烦恼习气都去掉了 这种本能 全都恢复过来 所以佛经上讲了一句话 叫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那个归就是回归的归 本来我们就有 只是我们现在呢 要把它恢复过来而已 后面大制度论也有介绍 如设立佛 与智慧宗敌 目见连神主敌 有设立佛是佛右面弟子 目见连是佛左面弟子 尊者神通圣广 在佛的弟子当中 设立佛是代表智慧第一 那大目睛的尊者呢 代表神通第一 一般塑造佛的这个形象 佛是在正当中 右面呢 是设立佛尊者 代表智慧 那大目睛的尊者呢 在左边代表行门 这是有解有行 古时候啊 左边为大 一般站在左边是为大 后面再举一些例子 说明尊者的的确确 是真正有过人之处 例如举一城四种 上升凡天 这个典故呢 想必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个国家呢 跟另外一个国家发生冲突 当时这个琉璃王 也就是焦萨罗国的国王 率领军队 要攻打释迦族 要灭他们 为什么 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释迦族呢 他们是一个村庄里面的村民 可是这一年呢 这个旱灾 大家农作物没有收的 老饥荒 他们这边有个池塘 池塘里面有很多鱼 其中有一头鱼呢 是个鱼王 鱼王是谁啊 就是现在的琉璃王 后来释迦族呢 那个时候的释迦族 就把整个鱼塘里面的水都放掉 捕杀这些鱼 当时世尊呢 没有杀这些鱼 他只是怎么样呢 他那时候是小孩子 淘气嘛 就拿一根棍子 就敲那个琉璃王 是那个鱼王嘛 敲那个鱼王的头 敲了三下 因为 无量节之前 敲那个鱼头 敲了三下 所以这一次 大家又碰到 当大家要受这个劫难的时候 释迦族的佛受什么报应呢 头疼三天 诸位同修 我们身体有没有病痛啊 有啊 有些同修就跟我们讲嘛 身上哪里疼 哪里不舒服 看了什么医生 吃了什么药 都没效果 他就不知道 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呢 导致他生病 一个是冤亲在主附身 一个就是自己造了业 要受这个果报 所以啊 佛们常说要忏悔业障 要回向功德 给这些冤亲在主 那么这个琉璃王呢 率领军队 要来灭 释迦族 佛呢 就叫大家不要抵抗 赶快跑 当时呢 这个大摩金的尊者 他有神通嘛 他用他那个锅 就装了多少人呢 装了五百个释迦族 请他们到这个锅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锅放在哪里 他把它升到那个天上去 犯天 然后跟佛讲 哎呀 我救了五百人 蛮高兴的 可是佛怎么跟他说呢 你再上去看看 看这一波人 现在状况怎么样 结果他一看这个锅里面 那五百个人 后来变成什么 化成血水 没有一个人逃过这个劫呢 所谓的再结也难逃 据说当时啊 有很多释迦族的人 听从佛的劝告 就逃难 他们就越过喜马拉雅山 就来到西藏 所以这些世尊的族后裔啊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了 这是讲这样一个典故 其实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真的不能够再伤害任何众生 人最容易伤害众生是哪个地方啊 嘴巴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手可能没有杀过众生 但是我们这个嘴巴有没有吃肉啊 光是每天吞下去的肉 吞下去的众生 不晓得多少 这一次哦 没有学服之前 我们不晓得吃了多少众生肉 想想啊 这个脊梁都发凉 你说我们吃了这些众生肉 那些众生会饶我们吗 不看佛经不知道 一看佛经吓一跳 真的请大家仔细看一下 地藏三经 我们就不敢再伤害众生 那已经伤害众生怎么办呢 从今天起 赶快杜绝 同时呢 要修行 回向给大家 要化解这个冤结 大家看一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你就知道 佛都已经无量劫之前 都已经成佛了 到今天还要受他的余报 我们受这个果报 这也就很正常了 但是佛呢 他受报 他懂得他为什么要受这个果报 他晓得这个道理 知道原因 同时佛也不会生气 当然他也不会报复对方 他可以化解 所以佛们 这是我们中国人也讲 冤冤相报 何时了 不可以再伤害别人 下面还有另外的能力 就是外道移山 置之不动 在当时印度啊 有其他的90多种外道 那么有一种外道呢 这天呢 跟大摩基人尊者 两个人较劲 因为他们可以把一座山呢 搬来搬去 可是这一次呢 这个大摩基人尊者就怎么样呢 他就用他的禅定功夫 就把那个山摁住 后来对方怎么样 他就搬不动那座山 那搬不动 那个人对大摩基人尊者呢 就服了 第三个 他可以降服毒龙等等 这些典故啊 在大张经里面都有收录 我们再看底下一位尊者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德 尊者 这位尊者 他的姓叫 加射 翻成中文 是龟 乌龟六龟 或者呢 翻成 影光 他的名呢 叫 毕多罗 毕多罗也是印度 一种树的名称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的父母啊 也是向这个 毕波罗树 祈祷 新成嘛 就有感应 所以在印度 古印度 很多人呢 都有这个 向树神 祷告 他们有这样一个风气 那么尊者呢 是大父 长者之子 能舍大财 这是我们现在所讲 他是富二代 他能够把这个 富贵的这个生活 舍弃掉 修 头头大恨 为大人 所思 这个头头大恨 就是我们常说的苦行 在近代 有一位很有名的 律中大德 红一大使 大家看过他的传记吧 他的家庭环节相当好 后来怎么样呢 出家 他算是中年出家 但是修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这里啊 供奉着 红一大使的末报 他人家的字啊 很受欢迎 那么这个头头呢 就是苦行 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下面呢 会进一步的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前面所提到的家设呢 有三家设 实力家设 童子家设 还有大家设 这个家设 也翻成这个规 在法华文具里面 有解释 这个文具是智者大师 给法华经 所写的注解 为什么称为规呢 其先代学到 灵归赴先徒已应 从得命足 故云归失 所以他的祖宗啊 是他的前辈 因为修行嘛 就感应了 灵归 背着这个图书啊 经书送给他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呢 就命名为家设 也就是归 那么他这个意思当中 也有叫影光 后面解释了 因与琵琶师佛时 为野精师 与平吕 共以黄金 庄严佛像 滋耳以来 九十一节 深入黄金 光色晃耀 眼闭余色 顾名隐光 隐指吞 光吞诸色 即隐光衣 这个时间呢 就蛮久的了 这是讲 琵琶师佛 那个连带 我们知道呢 释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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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佛里面的 第一尊佛 就是 琵琶师佛 在那个时候吧 加世尊者 她是一个 首饰匠 她当时呢 跟一个贫穷的女子 共同发心 用她们 所有的这个黄金 来给佛身上 佛像身上呢 贴金箔 大家也没看过 就是很薄很薄的 贴在佛的身上 得到这样一个果报 什么果报呢 九十一节 她这个身体啊 看起来就像什么呢 就像黄金一样 风光 所以啊 有这么一次的机缘 就带来这么殊胜的 不可思议的利益 下面介绍她的德行 尊者投驼横敌 投驼者泛愚 赐云抖擞 或云淘汰 以十二行淘汰 臣脑烦恼 十二行者 以坐阿难若 加世尊者之所以 被这么样的受离境 因为她有修十二种苦行 第一个 就是她愿意住在阿难若 这个地方 阿难若呢 翻成中文就是 无喧闹的场所 古时候 佛规定这个标准 金色 是建立在远离村庄 大概三里的地方 一般三里的地方啊 这个农村里面 那个牛叫的声音呢 大家听不到 因为古时候 这个牛叫的声音 比较大声 那我们这个学院 符不符合这个标准 这个地方就不符合 对不对 可是如果到古邦去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以后我们应该在那边 再建一个分院 那边好 那边 我们顶多只听到什么声音呢 鸟叫的声音 但是 好像那边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过飞机的声音 没有飞机 在这边还时常听到飞机的声音 这个就不安静了 所以这个场所就适合休息 第二个呢 常行起时 就叫托波 第三个呢 次第起 这是讲托波的规矩 这个我们在昨天已经简单的说过了 佛当年规定了 弟子托波 最多托几家呢 七家 他可不可以跟那个居士们预先预约 我明天到你家来托波 你把这个意大利面准备好啊 可不可以这样子 不行的 绝对不可以预先跟居士订餐 那得了 绝对不可以 这不是增长到贪心吗 他是怎么做呢 今天居士早上做什么早餐 有多的 他就拿出来供养这个法式 而且佛还讲了最多七家 不管拖多少 不管有没有 不能再到第八家 而且每一天都换 就是今天是这七家 明天到另外七家 其实这样子做呢 也蛮好的 这也跟居士啊 就是平等的结缘嘛 是不是 绝对不是说 哎呀 这个几个居士对他好 他就 咱们去那 居士家里面 如果那几个居士家做的菜饭不好吃 他就不去 呃 那中午吃饭呢 是接受信徒的这个供养 我们这个法师前面 那个餐盘 就那个 就是一次性的那个餐盘 乌生一看 哎呦 这么大一个 然后乌生就跟旁边的法师说 都是泰国法师嘛 还有其他国家的法师 就跟他们说 我平常吃不了这么多呢 他说法师 这个还是算小的呢 里面看了那么多信徒 他们都已经等着要供养法师了 用法师做了一长牌 坐着呢 然后前面就摆一个 每个法师前面摆一个餐盘 后来乌生看到这个餐呢 越堆越多 其实还没有多少个居士给乌生菜的 就是每个居士就放一点点 一个人放一点 到了差不多七八个了 已经都满了 后面还有一条长龙 后来乌生就跟后面的居士怎么说呢 Enough Enough 够了够了 结果那个居士看了乌生一眼 那个脸色就不太好 他也没说什么 但是那个眼神就说 法师 怎么 不接受我的供养了 所以有这个 我们想想佛脱波啊 也是蛮有这个道理的 真的 脱了太多了 会助长我们的这个贪心 那佛们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不管有多少饮食 都要回到身床里面 跟大众怎么样呢 我们讲啊 现在讲叫自助餐嘛 大家在一起 一起吃 所以这个 这个佛家做法呢 有他的这个规矩 还有他这个理论 在其中 那如果这天 法师们脱波 有多的食物 吃不完怎么办 这个应该也有发生 那佛怎么规定呢 因为印度很热嘛 热带地区 所以佛就讲呢 吃不完的食物 供养鸟 供养这个野兽 或者供养了鬼神 因为这个隔夜不能够吃的 温度太高 第二天就肯 肯定就收掉 一定要赶快把它吃掉 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 沙米绿药略珍珠 那讲的比较详细 第四个呢 是日中一时 这个日中呢 因为以前出家人 都会带这个席帐嘛 就这个阳光呢 照到这个席帐的顶 到这个脚的时候呢 成为一个点 那个叫日中 过了这个时间呢 就叫过午 就叫过中 过中 所以以前出家人吃饭 一定是在日中之前 吃完这顿饭 第五个 节量食 什么叫节量食 就是不能吃太多 不得太沉 最多吃几分就好 七八分 我们大家也没有吃得过饱的时候 有啊 一般什么时候比较明显呢 一般人 一般我们中国人 这个体重会增加的比较快的是哪个阶段 过节 对不对 过年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看自己家里面准备的很丰富 那到亲戚朋友家 同事家呢 大家也是会对我们招待的特别好 其实吃太多 尤其是晚上 过饱 上升 所以中国古人那个理念好 早上吃得好 中午呢 吃得饱 他那个饱呢 最多七八分 晚上呢 吃得少 第六个 过中 午时 不饮浆 这个浆啊 他代表什么呢 他是有沉淀 有杂质的 过中之后呢 一般这个比丘呢 就不再吃这些食物了 第七个讲到他的穿着 他穿什么衣服啊 穿啊 着 穿 少 衣 说老实话 勿胜这件袈裟呢 如按照师尊那个规定啊 这不符合标准 为什么 这是一块 整块的布 而当年佛规定 这个出家人衣服怎么来的呢 他就到居士家 这个垃圾桶里面去找 看这个垃圾桶里面有哪些人家不要的破旧的衣服 扔掉的 就把它剪回来 哪些布还能够可以用的就把它剪下来 剪成一块一块的 因为有不同的颜色嘛 所以佛教大家呢 要染色 染成什么颜色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咖啡色 棕色 佛规定 出家人不能够穿 五种颜色的衣服 所以诸位在家同修 您如果要供养法式衣服 要稍微留意一下 哪五种颜色不可以穿着呢 红 黄 蓝 白 黑 这五种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般在家居士很少穿 咖啡色的衣服的 很少吧 所以这种颜色的衣服呢 一般在家人都不愿意穿 但是如果您到印度区 印度人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 它那个裹那块布嘛 什么颜色比较多呢 白色的 大家有没有去过越南呢 没去过 越南他们这个女子 穿那个国服 大家看过吧 其他那个国服 很像我们中国什么衣服 旗袍 他是改良过的 那 越南女子 他们穿这个国服呢 一般是以白色为主 所以一般在家人呢 喜欢白色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称在家人为白衣 就这个意思 第八个 但三衣 这个三衣也就是出家人三件加杀 五衣 七衣 大衣 大衣呢 有分九衣 跟二十五条衣 我们这件 加杀就是二十五条衣 他有二十五条 那如果是做早晚课呢 我们到佛堂去念佛嘛 或者诵经 这个时候就穿七衣 他是七条 那平常出家人里面穿什么衣服呢 就是五衣 五衣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工作服 就他做杂物的时候 他就平常穿这个五衣 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啊 我们中国人呢 做了一个改良 大家想一想 印度是热带地区 我们中国是什么地区啊 温带 你看澳洲 也是属于这种四季的嘛 那在四季的这个地区 我们如果出家中只穿三衣 这样能不能够保暖呢 不行 尤其在树下 一宿 我们敢这样说 如果他昨天晚上树下一宿 把三件袈裟都裹在身上 第二天早上如何 您早上一来 哎 法师怎么倒下去了 赶快送 掐后病房 急救 所以我们在温带地区哦 还要穿其他这个保暖的衣服 这是每个地区啊 温度不一样 所以佛呢 他也很随缘 他们也说硬性规定 非要这样 当然这个三衣呢 是出家人必备的这个制服 第九个是在种间座 这个种啊 就是坟墓 大家想不想去试一下 这么快就摇头 这个说呢 尊者他呢 常常在坟墓堆里面呢 打坐 掺掺 他在那里休息 呃 现在为了帮助大家多了解一点 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上册 337页 参考资料上册 300 338页 338页 这里呢 也有讲到这个总监座 有看到吗 338 有没有看到 好 他说 为无常苦空之官 是佛法之出门 能令燕离三界 比丘 住于总监 常见死尸 臭烂狼藉 火烧鸟足 则无常不敬之降 亦得成就 事故 总监座 为 偷陀 恨也 所以修这种啊 功夫呢 让这个修道人 他常常看到这个 王者 看到这个 王者的遗骸 他就不会对他 现在这个色身呢 有任何贪着了 你看我们人呢 对自己这个身体 爱不爱护 太花时间了 太花这个金钱了 为这个虚假的身体 不晓得浪费多少时间 财力 物力 那么佛告诉我们呢 要修什么 不敬观 不过 说句实在话 如果真的要修这个 总监座啊 恐怕没有几个人 纵然他敢做人呢 到了晚上 他就会要 真正看得出 自己修行的功夫如何了 是不是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好 我们接着再看这个注解 第十个呢 叫树下熊 他讲 比丘于总监 不得道者 当至树下 思为求道 如果比丘在 总监 打坐 不能够得道 那么他就应该怎么样呢 在树底下 继续的观想 继续修成定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佛 这个从出生 一直到入班列盘 他都跟哪样东西很有缘呢 跟书 是不是 大家如果看释迦牟尼佛出生的那个记载 你就知道 你看他母亲呢 就扶那个树枝 这个当下 他就出生了 那佛后来入班列盘 他是在这个双树林 火化的 所以他老人叫 你看一生 都是根树 因缘特别深 每天晚上 在哪里休息呢 都是在不同的树底下 打坐 休息的 纵然国王 大臣 富贵长者 供养佛 金色 佛 有接受 但是呢 他一般不在里面住 都在外面 这个做法呢 是表 他真正能够放得下 物欲的享乐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世间呢 从事宗教教育的人 从事圣贤教育的人 佛这个做法 真的是超过一般的人 我们看 我们看 儒家 颜辉 作为同修 您住的房子跟颜辉相比如何 会不会比他好 不但好 还好到什么程度 好得太多了 对不对 你看他那个房子 是下雨天 外面下大雨 他里面呢 下小雨 外面刮大风 里面呢 你是丰生不止 这么样清寒的生活 人家呢 无怨无悔 无忧无虑 还不改其乐 这是真正的修行人 佛门有这样两句话 形容一个真正修行人的心态 法喜充满 常生欢喜心 的的确确啊 佛本身是这样子做 他的弟子 以家世尊者为代表的 他在这个方面呢 就修得特别好 后面接着说 有如是因缘 事故比丘 如佛所行 当树下坐 为投驼行也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我们看到 佛的弟子们 都追随世尊呢 天天在树下 打坐 那我们在看这个树 他有表法 其实那个会看的人啊 他观察树也能够开悟 打比方 这是树 树下面有什么 树根 上来呢 树干 干就是本嘛 然后在枝条 叶花果 我们想要成长 那个根要扎实 为人的根是什么呢 就是孝 孝道 为人的本是什么呢 就是恭敬 所以佛法呢 常常讲到两桩事情 对父母要孝顺 对老师呢 要尊重 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 有欠缺 这个人 他世间法 不会有成就 初世间法呢 也绝对不会有成就的 所以我们想要有这个果实 想要这个花朵 一定要从那个根 从本上下收 第十一个叫 陆地坐 比丘在树下坐 如柱伴盛 因父良乐 故生爱卓 有律 游漏失能 鸟屎乌生 独从所扰 于是思维陆地而坐 随意快乐 月光便照 令心明令 亦入空定 是故陆地坐 为投投横也 我们把这段话呢 简单来说 就是出家人呢 他是坐 打坐 在哪里打坐呢 一般是在空地上打坐 陆地坐嘛 假如说 他在这个树底下 打坐 我们讲白天呢 在这个树底下打坐 如果很热 那这一棵树呢 很阴凉 他坐在树底下打坐 他就会贪 贪爱之心 就会生起来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 如果在这个树底下打坐 那树上面会有什么 会有鸟嘛 万一这个鸟在树上蓄窝呢 他忽然扔下一些炸弹下来 你正在那边打坐 忽然一下子扔一些炸弹 你会受到影响呢 也会受 所以呢 佛的弟子们 他们就在空地上打坐 这样子呢 容易入定 其实这样子说呢 没有别的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要放下自主 那如果是在其他地区的休息人 我们真的对这个住宅 不能够挑剔 要怎么样呢 想想佛跟弟子们 那个时候在这么样 简单的生活方式之下 还是得到发心 我们如果做的太豪华奢侈了 这个时代讲不过去 第十二个 但做不握 这个但就是指示 所以 尊者 他一生修行 他有没有躺下来过 没有 我们躺下来时间有多少 你算一下 每天如果八个小时 一年多少个小时 一辈子多少个小时 都浪费掉了 后面就讲到了 比丘 四微一中 坐为第一 食亦消化 气息调和 可以入道 若懈怠睡眠 诸烦恼贼 尝试其变 若行若利 心动难受 是故比丘 常当安坐 邪不智习 为头头横也 一般佛门呢 这个佛的造像 坐的比较多 还有呢 是站着 少数的是卧佛 那这个卧佛是什么时候呢 是佛入班的盘 这个时候 我们才看到这个造型 一般佛呢就是双盘嘛 加夫坐 就是双盘 这样子坐 所以这个打坐啊 是我们修禅定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你想想看 如果人呢 一躺下来 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松懈 尤其是那一张床 又宽 又广 又高 又柔软 哎呀 他就不想起来用功了 大家如果看撒米律 药律珍珠 你们就规定了 这个出家人 那个床 宽 不是很宽的 大概这么宽 长呢 也不是很长 高呢 大概这么高 不到一尺 诸位在家菩萨 您的床有多高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早上爬不起来的嘛 对不对 如果您的床也这么矮 床矮也好啊 诸位同学 您试一下啊 当然这只是建议啊 如果您不想试也没有问题 总而言之啊 我们一定要抓紧每天24小时的时间 尽量多用功 这是简单的呢 介绍这个十二行 下面再讲 以思苦恨 扫除尘美 这个尘美就是烦恼 沉静身心 加设年老 不舍投驼 佛命其衰 劝命休息 加设投驼如故 佛乃身占云 有头驼横 我法 九存 故云 头驼 低 这就是为什么 这位尊者 特别被 释连弹 他甚至于到联老的时候 体力都已经比较差了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坚持 所以当年佛入斑裂盘之前呢 就特别叮咛 他的弟子们 以后我不再试了 我们该怎么修行呢 以苦为师 十二种苦行吗 还有呢 以戒为师 以他所讲的一些教诫 为指南 来修法 修行 的的确确啊 一定要有好老师 要有好的同参道友 大家想想看 如果您的身边 都是这样子 精进勇猛用功的人 我们容不容易懈怠 不太容易 所以古人那个做法好 依重靠重 我们现在这个 道场呢 就跟古时候 这个丛林道场的 它那个规划不一样 大家如果到古时候 这个老道场 你去观察 那个法师的疗房 它是什么结构呢 譬如说这是疗房 那个床铺呢 是按照 这个 窗户 按照这一面墙 做一个长铺 这样子 长条的 然后这边呢 又是个长条 不高 大概一米都高 然后每个法师呢 只有这么宽的一个床铺 下面呢 就是放它的 私人用品 包括这个洗漱的用品 所以它真正的 使用的空间呢 就那么小 这叫广单 在寺院里面 只有一种人 他有自己个人房间 而且那个房间不大 多大 方丈 方丈是什么意思 一丈 对不对 长 宽 就那么小的地方 估计就像这个 法师 休息室 怎么的 所以物生 都有点不太好意思 就回疗房 是不是 哎呦 回疗房 三个房间 两套卫衣设备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厅 还有一个厨 还有一个 这当然是买的 居室的房子 你看呢 我们这 现在 现在人呢 这个 住的地方 那种享受 大大超过 古时候的标准 所以我们自己啊 看看人家 修行 怎么样修成功的 看了 家世尊者 真的 应该要把这个 事欲 越淡薄越好 不能够贪处 下面呢 进一步的来提醒我们 由因身行者 大家设尊者 即佛 即传佛心印之禅中出足 我们知道 这个 中文 传法 传到中国来的 祖师呢 是达姆祖师 他是我们中国 第一代祖师 他在印度 是第二十八代 我们中国人的祖师呢 从惠格大师算 他是属于第一代 但是我们尊重 达姆祖师 所以惠格大师 是第二代 那么禅中呢 他这个来历 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底下有介绍 大梵天王 问佛 绝一经 第三卷 就说 梵王至灵山 也就是 齐都绝山 以金色菠萝花 献佛 摄身为座 请佛 为众生说法 世尊登座 莲花 世重 人天百万 西界 网措 独有金色 头陀 破颜 微笑 一般禅中的同修都知道 这个是什么典故 莲花微笑 大家看了这个经文 你就知道原来在齐都绝山 佛讲经 讲了多少部 好多 这部经也在林山讲的 你看大凡天王 这出禅天的天主 亲自来到现场 他怎么样供养佛 他趴在地上 他趴在地上 然后呢 请佛坐在他的背上 一般佛讲经 他坐在哪里呢 他是坐在地上 但是地上呢 一般是铺一些草嘛 铺一些草 一般出家人呢 有四样东西 五样东西 三衣 三件袈裟 跟一个钵 还有个什么呢 卧具 其实那个卧具 就是一块布 就是垫在地上 打坐要用的 那个卧具呢 范语叫做尼斯坦 那么这一天 大凡天王 他是用他的身体 来供养佛 同时呢 请佛为大众啊 讲开诗 佛在这一天呢 他就登坐了 然后呢 拿一朵 菠萝花 这是大凡天王 供养佛的 金色的 把这个花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可是现场 听众那么多人 人跟天 总共有多少 百万 我们人只看到人嘛 对不对 看不到天 不管是天还是人 大家能对佛 这个举动 网错 这个网错 就是说不知所措 不晓得佛 今天是什么意思 听众当中 只有一个人呢 能够领会 哪一位 金色头头 就是大家所尊者 他呢 破颜微笑 他就懂得佛这个表法 那么佛怎么讲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表法也就知道 如果当时只有摄利佛尊者一个人露出微笑 请问这朵花就给了谁了 就给了摄利佛尊者嘛 是不是 不过当时呢 这一次的表演是大家射尊者露出的笑容 这个法眼章就是清净法眼 那么后面念了呢 就为我们说明 此极是传之莲花公安 师尊传心于加瑟为禅宗出竹 加瑟再传于阿南为二族 经上手中标具大家射 正表禅尽不二之身一 这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大家射尊者 他一定要被列在上手弟子当中 非要列在里面不可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代表什么 中门 中门出竹嘛 所以他在这里坐着 其实这一次法会当中 加瑟尊者有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对不对 只有两个尊者有讲话 一个是阿南尊者 还有呢 弥勒菩萨 那么加瑟尊者在这里就代表 禅尽不二 我们也看到了 第二个祖师是谁 阿南尊者 我们后面会继续介绍 阿南尊者的一般讲 他是代表教下 他不但是教下的传人 他也是什么 中门的传人 所以诸位同修 如果您是学参禅的 你应该怎么做最好呢 应该要念佛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主师爷都在现场 听无量寿经 都要念阿弥陀佛 那还有 如果您是学教的 不管您是学华言宗 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静宗 都应该要到哪里去呢 都应该要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阿南尊者代表 所以这些表法 我们要懂得里面的意思 那么现在 数据老实话 这个参禅 不要说开悟 我们没有见过 得定容不容易 在静代 我们中门 有一位很著名的大德 律老和尚 律老和尚 他入定 至少是三天 一般是七天 一周 长的话呢 一个月 到两个月 现在人呢 心静不下来呀 不要说三天入定 他做不到 恐怕三个小时 都不太容易 你看现在人 被什么东西干扰 最严重啊 三样东西干扰 他的情景性 哪三样呢 电视 好像大家现在 应该比比较少看电视了 以前没有电脑之前 我们都看 看电视比较多 现在有电脑了吗 大家一般很少看电视 那另外两样 你肯定常常接触 一个是电脑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口袋里面 那个宝贝 手机 有了这三样东西 您说 这个定 哪里容易得到呢 太难太难 但是我们不修定 又不行 所以呢 像这三样东西 尽量少接触 能够不用的 就不要去用 能够不听的 就不要听 能够不看的 就不要看 除非是工作上 生活上 必须要用 我们再用 还可以 后面再说 尊者阿难 尊者阿难等 而为上手 这是声文中里面呢 列举了五位 我们都知道 尊者阿难 他是表法的 表什么呢 起教的宗师 前面提到 传佛的宗 是加持尊者 那传佛的教 是哪一个尊者呢 阿难尊者 这个教啊 就是言语教学 所以佛讲了 四十九年的 所有经法 阿难尊者 全都听过 后面进一步 又说明 唐诵一座阿难陀 略称阿难 一曰 庆喜欢喜 又云无染 乃白饭王之子 佛之堂地 生于佛成道日 阿难尊者 他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庆喜 庆祝欢喜 还有呢 无染 他是白饭王的 儿子 所以就这个辈分上来说呢 他跟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堂弟 释迦牟尼佛是大堂哥 他们堂兄弟啊 八个 他们的父辈 就是苏苏伯伯 有四个 每个苏苏伯伯呢 各生两个儿子 所以就是八个堂兄弟 尊扎南出生的这一天呢 刚刚好就是佛 成佛那一天 所以佛比他大多少岁啊 三十岁 静犯王既闻太子成佛 又闻宫中担子 更争欢喜 来约 今日大吉是欢喜日 欲来始言 事而当自为阿南 你就知道了 这个阿南尊者的名字是谁取的 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 替他这个侄儿取的 因为这天呢 刚好听到希达多代太子呢 成道了嘛 好消息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王宫里面呢 又生了一个王子 阿南尊者 有尊者端正清静 如好明静 见其相者 闻其生者 赌其微仪者 莫不欢喜 故以为名 这里讲到阿南尊者 他的这个外表啊 仪容 超贵班人 那佛有三十二相 阿南尊者有几相 三十相 差两个 我们有几个相 一个都没有 我们稍后会跟大家细细讲 三十二相有哪些 所以阿南尊者呢 不管他的容貌 还是他的声音 还是他的威仪 挺受人家欢迎的 其实我长得太帅了 好不好 大家看过《愣人经》吧 你看阿南尊者 他就有一个磨难 其实这个《愣人经》的缘起 跟阿南尊者这个模样 也是有关系的 他遇到个冤情在主 找麻烦 幸好佛呢 绑了他一把 他才免过这一场灾难 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讲了 后面再说 有尊者随佛入天宫 龙宫 心无药拙 顾名无然 佛寿 五十五岁时 阿南出家 是否二十五年 佛所宣说 稀能异迟 不忘遗兹 这可了不起啊 为什么称阿南尊者为无然呢 他到天上去 他有没有贪图天宫的快乐 没有 我们会不会贪呢 你好聪明 你现在既不点头 也不摇头 很好 有人如果说 我不贪 那未必 真的到了天上去 看到天上 哎呀 衣食住行 远远超过您在地球上的 种种的享受 请问您还愿意愿意下来 你肯定不愿意下来吗 还有 如果到龙宫里面去呢 其实说这个话 我们也 觉得有点心虚 为什么 没去过龙宫 所以不知道龙宫那个奢华 但是按照经上的说法 龙宫里面也是蛮庄严的 关于这点的 这个佛门呢 有很多的公案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所以阿难尊者呢 他无论是到天上去 还是到龙宫里面去啊 不会喜欢这个富贵的生活环境 他不会贪着 同时阿难尊者以后啊 还做佛的侍者 时间相当长 你看这个圆就好 多少年呢 二十五年 哎呦 假如当时我们也能够做佛的侍者 好不好啊 我们不敢说 大策大悟啊 至少有多少悟啊 小悟吧 对不对 你天天听佛讲经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呢 同时他这个记忆力很好 不忘一字 所以尊者在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地址当中 他最大的一个长处 就是记性好 并且呢 听得多 所有经法 全部都听过 涅槃经称阿难多文师 他是多文帝 在大藏经里面记得 大家是尊者 非常欣赏阿难尊者 并且还赞叹他 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 我们现在怎么样 让自己多文佛法呢 我们需不需要把整个大藏经 每天拿来读诵呢 不需要 我们也不是那个根性 我们又不像摄理佛七天通达 也不像龙树菩萨 九十天通达 我们怎么做最稳当呢 一文深入 尝试寻修 这个好 这是讲到五个尊者代表 后面呢 再说这个等者 为中列三十一人 经绘本 仅列举其中上手五人之名 故曰阿难等 以盖其余 所以我们看康生凯的版本呢 唯一本 他里面有多少个声文弟子 有列三十一个 但是夏令公这个版本呢 就只列了五个 其实五个人呢 已经包括那三十一个人 而为上手 现在我们呢 一般讲啊 手座是上手 在丛林寺院里面呢 有三个职称 和尚 手座 还有这个 经院 那么他们呢 都是啊 管理这个寺院的主要负责人 仔细看 这个 不是监院 是维诺 再说一遍呢 是和尚 维诺 还有手座 那么我们看这个寺院的组织结构 就知道 他很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学校里面的 这个组织结构 所以寺院呢 他就像什么呢 就好像是一个大学一样 所以 它是一个学术的场所 当年在唐朝时候 马祖 大师 建立丛林 后来呢 百丈大师 把规矩啊 定立起来 所谓是 马祖 建丛林 百丈 立清规 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 想要重新 恢复佛教 兴隆的状态 讲实在话 还是要像唐朝那时候 比较好 不过这个事情呢 也不是我 也不是一朝一夕 很快就能够建好的 我们怎么样做呢 尽自己的能力 逐步逐步 把佛所讲这些规矩 慢慢的 做到 我们每个人都发心 大家都发这个大愿 久久之 这个丛林 他肯定会 兴隆起来 底下进一步介绍 大众 一座之上位 称为上首 各经中 上首人数不同 例如称赞净土佛 摄寿金 与大 必除 一千二百五十人 列摄地佛 穆坚连 大家舍 阿里律陀等 四人为上首 这部经呢 是玄奘大师 所翻的阿弥陀经 所以他这部经里面 列的上首 就是四位 跟这个 罗斯大师 所翻的弥陀经呢 那个就不一样 金金 则 交成如 五人等 为上首 是哪一切 大圣 神通以达 之大 尊者中 之上首 我们这部 无量寿金呢 所列的 申文众 代表呢 有五位 而这五位呀 各个都是什么 大上首 而他们的真实身份 是不是真的阿卢汉而已呀 不是的 人家是谁在来呢 最起码都是 法生大事以上 按一切 大圣 神通以达 本为 菩萨 探德 我们可要知道 这一句经文 那不是随便可以讲的 他至少是对谁讲的 都是对 对法生菩萨 阿维越智菩萨 而说的 密集 金刚 历世 经里面讲 与大比丘众 四万二千居 菩萨 八万四千 一切大圣 神通以达 原来 这样的经文呢 在多处的经典当中呢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来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 有很多都是地上菩萨 这讲原教 原教地上菩萨 经经中 以赞叹菩萨功德之余 以赞生文 正表 此等 常随 圣众 本 法身 大事 因本 垂机 或他方 圣众 祝福 洪化 为 影响众 因此 我们看这个经文 一定要知道 世尊 那个生团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那些人都不是一般人 纵然 那个常常捣乱的 提搏大多 结果他是不是真的坏人 不是 人家是故伏 再来的 他是故意怎么样呢 实现嘛 如果没有这些六群 比丘 破坏规矩 佛会制定新的戒条呢 不会 就因为这些人的一个视线 佛就制定了种种的戒律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表演的 都来做 影响重的 一切大圣 一切大圣 是指 其本地 本是就近菩提之人故 那谁才是 就近菩提 最起码也是等觉菩萨 这就告诉我们 这些人都是 故意来实现的 帮助释迦牟尔佛的 神通以达者 是拳击 游戏神通 来此土故 故知 所列之声闻众 皆是大圣 是现 助我师尊 开显 净土法门也 佛们有这样一句话吗 一佛出世 千佛永乎 大家可要知道 不但千佛永乎 那菩萨会不会来呢 圆觉声闻呢 那不晓得多少 都来呢 配合释迦牟尔佛 唱这台戏 释迦牟尔佛当主角嘛 那其他的佛菩萨呢 就当配角落 配角落 帮助佛 把这一次的 讲经教学的工作啊 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一定要明白 在正法时期 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佛菩萨 视线 那到了后面 这个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其他 诸佛菩萨降临于世 帮助我们学佛啊 有的 所以 普贤菩萨 他十大愿望 哪一愿排名第一啊 离尽诸佛 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人 任何众生 都要平等恭敬 千万不能够有一丁点 懈怠 傲慢 假如说我们对待人家啊 是那种 瞧不起的态度 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等到哪一天 您真的知道他的身份呢 我们会不会后悔啊 肯定会后悔了 但是这位大德 他会不会跟我们计较呢 不会 其实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近代的一位高僧 他也是神僧 金山活佛 大家看过他的传记吧 没看过啊 看到 应该看一下 你看金山活佛 也有被人家误会的时候 他也不会不高兴的 还是笑呵呵的 对待每一个法师 对待每一个信徒 众人家把那个 那个什么 粪筒 扣在他头上 他还是不生气 他还是那么样的欢喜 没有四项 真正有功夫 好 我们今天就暂时学习到这 末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与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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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